这名小男孩世俗从六米多高的围栏上掉进猛兽笼,摔得不省人事。 一头体格壮硕的成年大猩猩在众人惊叫声中慢慢接近小男孩。 英国的梅里特一家来到当地的泽西动物园游玩,庆祝小儿子劳埃德的四岁生日。 路过大猩猩园时,两个孩子对那些灵长类生物充满了好奇。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猩猩。 父亲为了让劳埃德看得更清楚,把他抱上了半人高的围墙。 一旁的哥哥莱文健壮,干脆直接爬上了围墙。 这个淘气的莱文就是视频中的小男孩。 那年他五岁,莱文趴在围墙上探出身子,低头往下看。 就在这时,意外发生了。 他脚下一滑,整个人从围墙上掉入猩猩窝。 大猩猩锁在园子的地面,距离围墙有六米多。 从那么高的地方坠落,来文手臂骨折,头被摔破,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 母亲惊恐地一声大叫,引起了周边游客的注意。 父亲惊慌失措地求救,游客们都聚集了过来。 看到下面猩猩窝水泥地上躺着的孩子,纷纷惊叫,天哪,那是一个孩子。 有一名摄影师当时正带着摄像机,把这段过程拍了下来。 没人知道躺在地上的小男孩是死是活。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。 另一边大猩猩笼子里,走出一头体格壮硕的成年银背大猩猩。 他的身高有两米多,体重为两百多公斤,力气相当于十个成年男子,能轻松打倒一个成年人。 他一出现就成了整个猩猩群的焦点。 其他年轻猩猩都乖乖跟在他身后。 没错,他就是猩猩群的首领杨波。 当时25岁的杨波,已经当了14年的首领。 杨波一出现,没有饲养员敢进入园子,太危险了。 大猩猩对家族领地十分呵护,对入侵者有着强烈的敌意。 如果这时候饲养员进去,一定会激怒猩猩们,对营救会更加不利。 只见杨波半悠悠地走向躺在地上的孩子。 就在人们都感到绝望之时,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。 他绣了绣身下的莱文,然后用手挡开跟在身后的两只年轻猩猩,不让他们靠近,他在保护他。 不仅如此,他像一座山一样挡在莱文和其他猩猩中间,把孩子跟他们隔开。 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防止年轻猩猩,因为好奇心太重,跑过来把莱文拖走。 莱文昏迷了五分钟,在这期间,杨波伸手抚摸了他的后背,不知道是在安抚小男孩,还是在检查他是否还活着。 杨波撩起莱文的衣服,在他后背摸了摸,又闻了闻。 然后他把其他猩猩赶走,在孩子身边找了个地方坐下,还不时回头看看他。 莱文醒了,开始大哭,母亲生怕他的哭声激怒大猩猩。 就在人们都在担心杨波可能会对莱文做出不利的反应时,杨波的举动再次让人震惊。 他起身离开了,他往笼子走去,回头看了莱文几次,还把其他猩猩也带离莱文处。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瞧准时机,迅速从围墙上跳入猩猩园内,救出了莱文。 莱文在医院住了六周才痊愈,在他痊愈后,泽西动物园要请他们重游了动物园。 在之后的几年里,他经常回动物园看杨波。 这只聪明的大猩猩在他三十岁时,英雄将出血病逝,留下了十五个后代。 动物园为了纪念这位救人英雄,专门为他设立了铜像。 莱文出席仪式给铜像剪彩。 莱文为自己能被杨波保护感到自豪。 他不是危险的金刚,而是温柔的巨人。 避水之恩,避当涌泉相报。 这个道理在动物界也在传承着。 魁比是一只黑猩猩,刚被送到动物保护基地的时候,只有几个月大。 达米安是这里的工作人员,当时他正侧坐在草地上。 一回身就看到了工作人员怀里瘦弱的小魁比。 他惶恐的小眼神,立马激起了达米安更多的恋爱。 本就喜爱并了解大猩猩的达米安,很快和魁比熟悉起来。 他不仅关注着陪比的吃喝,还经常陪着他玩耍。 达米安常喜欢用吹气来动动魁比,魁比也总是配合地眯起眼睛。 有时达米安也会孩子气地请半篇树叶来讲,魁比就会见样学样搅起另半篇。 日子久了,这些竟成了属于他们的游戏。 转眼五年过去,同时送到基地的大猩猩们陆续离开基地到野外生存。 而魁比也到了离开的时候,达米安还是不舍,但理智告诉他还是要选择放手。 经过精心准备,魁比被送往非洲家棚。 那里是大猩猩的棋居地,基本上没有天敌。 达米安还在当地留下工作人员,时刻关注他的生活。 没多久,工作人员就传回消息,说魁比很能干,总能找到食物。 达米安听后,开心地为他竖起了大拇指。 为了彻底放手,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魁比的关注,不再去听去问有关魁比的动向。 然而,这只黑猩猩已经跟他成为了亲密的朋友,思念犹如一粒伺机而动的种子。 五年后,达米安因为破产,心情沮丧,决定去非洲看望自己的老朋友。 但是成年的大猩猩一朝凶猛,对于自己的领地有着绝对的占有欲。 人类踏足可能会发生意外。 但在达米安的坚持下,工作人员还是下着小船沿着河流找到了魁比的领地。 果然还没等达米安靠近,警觉的魁比就全身戒备地站在丛林边缘,发出一声声怒吼。 达米安含泪喊着魁比,然后像他们首次相见时那样,侧身坐在草地上。 为了防止魁比以为他在挑衅,还特意将头扭向一侧。 没想到这个举动就让怒吼中的魁比静了下来。 疑惑地围着他移动。 达米安趁机向魁比吹气,这个属于他们的游戏一下子唤醒了魁比。 他走过来在达米安的耳边闻了一下,喉咙间发出欢快的声音。 他像人类一样轻轻扶着他的肩头,将达米安推远了些。 眼神温柔地打亮着他,突然一把将他抱住,再也不肯撒手。 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惊叹,但这里不仅有魁比一只大猩猩,还有他的伴侣。 母猩猩可不认识这些人类,也会发动攻击。 在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下,刚相处40分钟的他们不得不再次分离。 飞行时达米安像以前一样嚼碎了半片树叶,魁比立马会议嚼住了另半片。 结束了他们的游戏之后,达米安登上了小船,魁比定定地站在岸边,凝视着即将离别的朋友,久久不肯离去。 听到达米安哽咽着,一声声催他回去,魁比突然转身,奔向丛林深处。 伤感的达米安搭船顺水而下,一路流泪。 在行了一天一夜之后,开到了一片宽阔的水面,也许水面的辽阔,也许是大猩猩魁比带来的力量。 达米安从船上一跃而起,跳进河里游了起来,趁荒快间,他却不经意地瞥见对面的草丛中竟藏着魁比。 为了送别朋友,他竟跟着船走了一天一夜,被水再次迷蒙了达米安双眼,他不敢再去看它。 不管如何,大猩猩们应该属于丛林,而不是自己的宠物。 达米安再次与猩猩告别后,彻底离开了丛林,动物们的感情才来得更加纯粹,更加爱憎分明。 在救赎与被救赎之间,人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山沟显赫。 黑猩猩是世界上已知仅次于人最聪慧的动物,它们的行为更近似于人类。 通常,成年黑猩猩的智商可达到人类三到四岁的程度,特别聪明的可以达到人类智力的十岁,或者更高的程度。 这一只老年黑猩猩叫妈妈,生活在荷兰的动物园, 她已经59岁高龄了,是黑猩猩族群中的头领。 她因为身患重病而奄奄一息,把身体蜷缩成一团。 生命已经接近尾声的她,在安静地等待临终的那一刻,又或者在回忆自己快乐的童年时光。 工作人员试图给她注射营养液和喂食,她都偏过头去,拒绝进食。 这时候听闻她壮观的生物科学家赶来了,赶到动物园来看望她。 科学家温柔地抚摸她,呼唤她的名字,尝试给妈妈喂食物。 原来这名科学家叫杨,在1972年,科学家杨和黑猩猩妈妈相识, 研究黑猩猩的习性,也是照顾她最久的一位,每天朝夕相处让两人产生了很深的羁绊。 后来杨退休了,这才不得不离开她。 工作人员把大猩猩的近况告诉了她,希望她能去看看大猩猩。 已经年过半百行动不便的杨,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工作人员的要求。 再次相见,义是别离,你我皆垂垂老矣,我满头白发,你卧病再踏。 一开始,精神萎靡的妈妈并没有认出自己的老朋友, 直到她听出了杨的声音,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。 她突然高兴起来,对她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咧嘴笑容, 开心地像个孩子,我一直在等着你,等着和你说一声再见。 年老体衰的她已经无法站立,仍然努力伸出手想去拥抱自己的朋友。 她轻轻地抚摸和拍打杨的头, 他俩似乎在用互相能够理解的语言交流着。 杨也难耐内心地激动, 一边用手抚摸大猩猩的手臂, 一边发出只有大猩猩才能听懂的叫声。 亲爱的老伙计, 好多年没见了,你也变样了。 科学家也温和地低下头, 配合妈妈的抚摸。 两个跨越种族的朋友在其中一方生命最后时刻, 互相拥抱和告别。 人类是地球上目前已知智力最高, 情感最复杂的生物。 我们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, 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祭绊, 也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情感, 使得我们人类在对人对事的时候, 做不到真正的专一。 相比较于动物来说, 人类在处理感情这一点远远不如动物来得纯粹。 对于动物来说, 有些感情认定了就是一辈子。 在杨的安抚下, 本来拒绝进食的妈妈在杨把食物递到她嘴边时, 她吃下去了。 见到老朋友, 她实在是太开心了, 紧紧抓着杨的手。 在场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, 眼眶全都湿润了。 这个视频拍摄一周后, 黑猩猩妈妈安详地去世了, 但想必她一定了无遗憾, 说不定还是笑着离开的。 万物皆有灵, 它们或许比我们单纯, 或许也比我们更长情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温暖还在延续, 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和评论哦,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 温暖小故事, 我们明天再见吧。